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基因组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 研究人员们经过两年的努力 读取并重新设计了大肠杆菌的DNA 再用经过基因组改造的合成DNA创造了细胞 该研究团队在记忆算机上经过18218次编辑后 将新设计的遗传密码用化学方法合成 并逐断加入大肠杆菌的DNA中替代天然基因组 合成的新生命体比原大肠杆菌长得慢一点 但是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 科学家们这么折腾啊 就是为了让这个人造生物 所有的基因都是不天然的 百分之百纯人工制造 那么我想啊 现在所有观众心里想的问题都应该和我差不多 距离人造人的出现还有多远呢 这个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前面提到的大肠杆菌有400万个碱基队 但人类有30亿个碱基队 所以说暂时可能还没办法考虑合成基因组用到人类身上的问题 这个目前来说实在是个太大的工程了 好像确实直接用到人类身上也比较吓人 但这个技术应该还可以用到其他的地方吧 是的 比如改造过的细菌 人们就可以用于生物制药等很多领域 也许不久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一些人造的新品种小动物出现了 上个月 中科院苏州纳米索张学童研究员领导的科研团队 在美国化学学会纳米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 他们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红外隐身材料 同学们应该都知道 自然界中的一切物体都会辐射红外线 物体辐射红外线的能力大小 和其表面温度直接相关 所以我们也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红外探测仪 红外成像这些技术 当然了 发展出了针对红外线的探测技术 也就会衍生出想要避免被探测到的红外隐身技术 之前的红外隐身材料 大多是通过改变物体的热辐射特性来完成隐身这一目的 一直存在应用范围窄 耗能大 持续一叉等等问题 此次苏州纳米索先制造出了一种坚固 但是柔软的纳米纤维气凝胶薄膜 它拥有优励的隔热性能 再将这种薄膜用相片材料聚以二醇浸泡 并进行防水处理 使得这种材料变得又轻薄又坚固 同时还很柔韧 由于纳米纤维气凝胶薄膜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绝热材料 而聚以二醇受热时会存储热量并软化 凝固时又会释放热量 然后重新硬化 这样的话 在模拟太阳光照的情况下 覆盖目标物的复合薄膜就可以从太阳那儿吸收热量 达到抑制升温的目的 保持和周围环境一致的温度 使得目标物体对于红外探测已隐形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 薄膜又能缓慢地释放热量 以匹配周围的环境 此外 选用合适厚度的氢氧胶薄膜 覆盖在发热物标与相片复合薄膜之间 也能做到让发热物体隐身 所以这种新型复合材料 就成为了一种可以适应温度变化的红外隐身材料啊 有意思的是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圆周旅节目中介绍过的 动物裸眼红外光感之技术 当时很多同学就畅想这项技术在军事领域的研究前景 想不到这么快反制的技术又进步了啊 哎 不过没关系 这两个技术都是我们中国曾经在研究 以后探测红外的和红外隐身的能力 都同时出现在我们身上 也没什么矛盾了嘛 原老师对此点频道 罗眼红外感知 是科大生命学院薛天教授研究组的成果 当时许多人评论到 特种兵未来也许不需要红外夜市仪了 现在中科院纳米索又推出了红外隐身 大家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 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熟胜 科大在行政上属于中科院 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有趣了 事实上在量子信息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许多人都听说过量子计算机能够破解最强的密码 而量子密码数能够抵抗所有计算的攻击 那么问题来了 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熟胜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很明确 顿神 因为量子计算机破解密码的前提是 这种密码体系能够用数学破解 而量子密码数的特点是 即使对方有无限的计算能力也不能破解 阿帅 最近有一部播出了很多年的美剧 终于完结了 是权力的游戏吗 哎 好好整题啊 我说的是完结 而不是烂尾哦 那一定是《生活大爆炸》了 没错 5月16日《生活大爆炸》播出了最后一集 该剧从07年9月24日推出至今 已经过去了12年 拍摄了279集 并且成为了美剧历史上聚集最多的多镜头情景喜剧啊 相信很多科学爱好者也同时是这部美剧的粉丝 虽然是部喜剧 但《生活大爆炸》的许多笑点与科学相关 剧情里处处有着各种新奇科学技术的深意 在漫长的剧集中 更是有过霍金这样的重量级科学家亲自客串 给了所有观众一个惊喜啊 当然 有些同学或许会认为 科学在这部剧里啊 大多数是石头只是一种噱头 但本身作为一部全景喜剧 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它能够深入地解释科学问题 就像袁老师一直说的呀 能让公众对科学感兴趣 这本身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是啊 我也希望中国能早日诞生出 像《生活大爆炸》这样 让更多普通人对科学产生兴趣的情境喜剧啊 哎 不是已经有了吗 哪一部啊 这部作品里的主角啊 同样十分聪明 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并且拥有象征智慧的发起线 这部作品里一样一位角色 经常遭到剧的迫害 并且拥有浸泡的身材 这部作品里也有一位角色 作为一位宅男属性的理科生 经常拥有恩爱的女朋友 并且因此受到同学们的记恨 这部作品里也有一位朋友 他也很萌 而且很了解硬度 这部作品里甚至也有一位只出现声音 但是提问了不少梗的角色 当然了 这也是一部超级好看的作品 那就是科技猿人 我们每周一三五更新 别错过哦 5月23日上午10点50分 我国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在青岛下线 这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 实现了重大突破 诶 磁浮列车中国国内已经有不少正式运行的了 为什么说这次是重大突破呢 关键就在于速度 虽然国内已经有多个城市开通了磁浮线路 但是在速度上是没有明显优势的 就以上海的磁浮距离 运行的最高时速也只有400多公里每小时 而且还不能全程保持 只能覆盖全程不到一半的路段 而整个上海磁浮的运营里程也不过30公里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国高铁的部分线路 运行速度都已经达到350公里每小时了 所以相比之下 同样作为需要铺设专用线路的地面交通工具 磁浮就处于了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长距离不如高铁实惠 短距离不如地铁实用 这个确实 虽然磁浮列车作为交通工具也有一些其他的小优势 但是研制和使用成本都不低 如果在速度上也不能脱影而出 很难和其他交通工具竞争 所以600公里的时速就是一个关键点 就像前面说的 高铁的最高运行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 而飞机一般是800到900公里每小时 如果能出现一种600公里时速的地面交通工具 就可以填补着两者之间的空白 以北京到上海为例 算量旅途的准备时间 坐飞机我们大概需要4.5个小时左右 坐高铁大概需要5.5个小时左右 而如果600公里时速的磁浮正式上线 这个过程就能缩得到3.5小时 作为目前可实现的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 高速磁浮如果成功应用于长途运输 就可以在大型枢纽城市之间 或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形成一个高速走廊 根据报道 这次5辆的编组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工程化辆车的延制 目前也在顺利推进中 计划在2020年正式下线 并且在2021年就开始调试线上 开展系统性综合实验 那我只能代表广大观众说一句心理话了 搞快点 搞快点 当地时间5月24日 遭到埃莫里大学突发调查并被解雇的 美国华人科学家李小江 通过Science新闻团队的报道 首次回应此事 该事件源起于5月16日 李小江与他的妻子 同时也是他在埃莫里大学实验室的 共同负责人李世华 在中国旅行时突然被校方告知已被解雇 埃莫里大学还关闭了两人的属于该校医学院的联合实验室 现在他们实验室的网页已经无法访问 并且三名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研究生和5名博士后 均被告知要在30天内离开美国 这一次李小江挺身而出 对埃莫里大学莫能两可的解雇理由做出了有力反驳 埃莫里大学表示 在收到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封信后 该校内进行了内部调查 最终认为李小江夫妇未能充分披露外国研究资助的来源 以及他们为中国研究机构和大学所做的工作的程度 并因此解雇了两人 但是李小江表示 从2012年起 他们每年都会向埃莫里大学披露在中国的研究活动 并且提供了所有校方要求的文件 同时埃莫里大学没有将所谓提交给NIH的调查报告副本 发给李小江 也就是说不明不败之间 在埃莫里大学工作了20多年 拥有中山教授职位的李小江和他的妻子就这样被驱逐了 结合中美当下的大背景 所有人都能明白这场道具备合的问题在哪 而NIH其实也早就从去年8月开始 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清扫行动 就因为美国政府担忧的 所谓中国正在不公平地利用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 2018年3月李小江夫妇在Cell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 描述了一种可用于研究 亨廷顿舞蹈症的转基因株 广受媒体关注 两位科学家的智慧本来可以为人类对抗一种可怕的疾病 做出更多贡献 但现在很遗憾 这一些被科学之外的因素粗暴打断了 但是在同情和愤怒之余 李小江夫妇的遭遇也更加能够督促我们做好自己的事 那就是把中国建设成最重视科技 最重视科学家的国家 所以最后就让我们直接引用一段 袁老师在上一期科技原人中说过的话 作为本期结尾 如果能够做好这些 把中国建成世界上最重视科技的 最尊重科学家的 对科学家最有吸引力的国家 那么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 我们必然会成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原周率的全部内容 我们本期还是会在评论区中抽取两位幸运观众 获得袁老师的朋友方再庆教授的最新一作 物理学的进化两本 让我们下期再见